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繁华 全员演技过关 唯有一人是败笔 演技太烂像AI机器人 2023年最后一颗能引爆国具市场的重量级炸弹是什么 达烂 繁华 一不能让王家卫打磨剧本十年之久的剧作 已经不能仅仅用狠这个字来形容了 央八首播 2024年1月2日起上线东方 江苏两大卫视二轮播放 就算是在上新剧里 这个排面也是难得一见的 让人不禁想起上一部火遍全国的狂飙 同时 熟悉的王家卫视拍摄手法 调度过图剪辑就是他的位 但与当下国产剧画风也是相差甚远 有观众看完后忍不住感慨 一整个感觉吃到好的东西了 确实 很少能看到真正拍出上海年代氛围和地域色彩的剧作 互语一镜十足 而且车水马龙 霓虹闪烁 记忆里繁华的老上海就这样被镜头还原出来 果然 你可以永远相信王家卫 不过 要说这部剧最吸引我的地方 那还得是演员们 有颜值担当 有演技担当 观众有福了 要说繁华这场戏 没有胡歌可唱不起来 他饰演的灵魂人物阿宝 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老巷子借钱炒股 满脸都是年轻人的野心和闯劲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当阿宝换上量身定制的西装 梳起了光鲜亮丽的大背头 恍惚间还以为看到了明台 阿宝变宝总 从一个青色愣头倾倒一个沉稳霸气的商界精英 胡歌将人物的反差感眼的淋漓尽致 而在我看来 宝总的戏份更为精彩 低头沉思 冷静不举 笑而不语 深藏不露 看到这里我就知道 那个用演技与颜值大杀四方的胡歌 终于回来了 只是回来的时候还带着自己的亲老婆拍戏 被眼尖的网友一眼发现 这就大可不必了 不过 真正的演技担当还是要看戏谷 有本昌 他都不需要刻意去表演 往那一座 老谋深算的感觉就出来了 而且有本昌饰演的爷叔 身上有一种禅意 仿佛看头商界里的弯弯绕绕 仅用几句话就到出了股市的真相 高深的演技不会让观众觉得在演 而是他就是角色本身 看向阿宝换上西装的那一眼 好像穿越了时光 用眼神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低下头强忍眼泪 又似乎在说回不去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前浪可不一定会被拍在沙滩上 我很好奇这位爷叔 在后续会在大上海掀起多大的风浪 另外 女三星之类能够压了女主马伊丽的风头 这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王家卫的镜头下 星之类身上的复古高级感被发挥的恰到好处 她饰演的里里 气场十足 身材性感 连头发丝都是精致的 看到这张脸就知道 有些人 天生就是为年代剧而存在的 当然 女主马伊丽的优势在于演技 作为上海人 她的护语说的那叫一个地道 将上海女老板的精明算计 拿捏得入目三分 还有董勇饰演的 失快产媚的范总 郑凯饰演的 嚣张狂妄的魏总 后面即将登场的 吴岳将扮演一个知性高冷的 女强人精华 这阵容难得一见啊 不过 一锅好汤还是要警防老鼠屎 这不 樊花就出现了一位败笔演员 王家卫的电影 谁不是争破头也要挤进去 很显然 这是八十五花唐烟 近两年来抢到的最好的一张剧饼 但正片放出来后 她却遭到观众的吐槽 形象 演技都让人眉眼看 唐烟饰演的汪小姐 是至于外滩二十七号的 万贸公司 天真善良 性情直率 原本是个讨喜的角色 可她的表演 跟以前偶像剧里的 傻白甜女主 基本没什么区别 吃个包子都得摇头晃脑 装出跟阿宝生闷气的样子 这扭年的动作 看得人脚趾 都要再扣出一座制真人了 等到阿宝离开 她又开始露出少女的反应 瞪着眼睛装无辜 又刺着牙 问他们不吃早饭了呀 这尴尬的演技 还不如路边卖货的群眼更自然 关键是唐烟 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花了 强行装嫩 就是对观众眼睛的一种惩罚 王家伟虽然会拍美人 但不代表能画腐朽为传奇 如果是唐烟这种蛇精脸 再怎么找角度 加绿镜也无济于事 更何况唐烟本身演技就不在线 每次说话都得五官乱飞 毫无表情管理 就算是王家伟再厉害 估计都没有办法了 据说唐烟的某一场戏拍了86次 这是什么概念 像梁朝伟这样的影帝拍摄20多次 那是对于演技的一种正向打磨 但像唐烟这样没实力的流量演员 86这个数字恐怕都已经成为 王家伟的心理阴影了吧 可即便是多次拍摄 精益求精 该不行还是不行 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汪小姐 遇到流氓混混的骚扰 应该是害怕 愤怒 委屈等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可唐烟就瞪着两个大眼珠子 目呆呆地看着前方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个AI机器人 演得一点灵魂也没有 流量演员还是轻易别挑战配置太高的剧本 这对比下来 唐烟可不就成了全剧败笔 丢人都丢到家了 电视剧繁花能够上心央视 首播巅峰舒适率高达2.6 自然是有着可取之处 打磨多年的剧本里写满了时代的浪潮 鲜明的群像也让人再次感受到 那个年代里创业者们逐浪的勇气 而在这个过程中 透过保总这条主线 电视剧折射出了时代变迁城市变化 股市成长 老百姓物质生活的提升 比如孟特娇T恤 以及深挖韧性有人投资赚到大钱 有人投机倾家荡产 第三层 王家卫用武侠的格调 打造时装版的上海滩江湖 反话无论是角色塑造还是人物关系 完全是按照传奇武侠的手法创作 比如胡歌饰演的保总 之所以能从无名小子成为人人仰慕的保总 全因他找到爷叔这个师傅 经历了多重考验 拿着一代现今信手承没 不负爷叔的信任 才有了之后的贫不清云 而他和马亦里 陈龙 唐燕饰演的角色 从同甘苦到贡富贵 不离不弃 守望相助 也是武侠片的常见手法 更不用说商战部分 保总和魏总强懂用饰演的范总的生意 其实也是决定高手和普通高手之间的比拼 第四集结束 这场较量成败已定 以不变赢万变的保总决胜 而高调的魏总根本吃不下范总的大胆 戏要一幕一幕唱 饭要一口一口吃 更多好戏等着上演 麒麟邦在考验保总能不能成为伙伴的手段 喷歹毒 只要保总贪心 就会走向万劫不负 却没想到万劫不负的另有其人 麒麟邦高价抛手玩手中的股票之后 414开始跳崖式下跌 发根和金凤凰赔个血本无归 金凤凰还好 赔了身价 还能收拾东西跑路 甚至还能从蔡司令那里拿到一笔钱 发根却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发根自杀后 他的哑巴儿子气不过 当节撞上了保总这个他以为的罪魁祸首 而此时保总正提着30万救命钱 准备送给发根家属 以解燃眉之急 两个月后 保总彻底康复 发根儿子入狱 而真正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商战 胡歌眼的保总在黄河路叱咤风云 有本昌眼的爷书运筹帷幄 内外结合 没有赚不到钱 也没有赢不到的人心 欣赏一部剧 就要理解和跟随这部剧的已经和叙事风格 这一点做到了 就会有繁华有不一样的看法 当然 还要耐着点性子 坚持过第一集前面的20分钟 就会渐入佳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庭 感谢观看